行了 行了 马上知道 知道 知道 好 来了 哎 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哎 你 没事 你继续说 同学 同学 你没事吧 没事 我看看 我先送你去医务室 来 来 小心点 来 好 等我一下 坚持一下 来 手给我 慢点 慢点 走了 坐好 那个 谢谢 没关系 你小心一点啊 别摔下来 你还知道 帮你继续撕了吗 嗯 好 夏琳熙 在我的小本本里 男主角可是秦月 难道这么久 我都站错CP了 说一说吧 在高中的时候 还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 缠绵翡测 风华雪月的暧昧故事 你误会了 我和他真的没有什么 小心你变了 你真的变了 你到现在还在欺骗我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不 你不会 但是 如果你现在考虑告诉我的话 我还是给你机会原谅你的 小曼 我说你什么好呢 这样吧 我们今天晚上下馆子吃饭去 我请 你 你这次就想拿吃饭堵住我的嘴了 好 这话你说的不是我不请你 你别后悔 我回宿舍拿课本去了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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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就演一下吗 怎么还就走了呀 哎 可怜的情侠咖喷 我只好给你们写 变成了 嗯 哎 灵芯 回来了 你看啊 医生都说了 让你尽量少活动 记住了吧 庄妃 嗯 你怎么了吗 嗯 没事 就是摔了一下 要不要去校医务室看看 已经看过了 是新晋的计算机大神 英雄救美 让我们庄妃 几时被救住了 嗯 刚才师姐说的大神 是蒋正涵喽 好 怎么样啊 灵芯 还适应吗 挺好的 师姐是要回来住了吗 我今天学生会有事 弄太晚了 就没走成 今天呢 跟你们一起住宿舍 对了 以后呢 只要晚上有课 我就不回家了 好 那个 我 我可以问问你们 就是 你们觉得 我要不要跟蒋大师 道个谢 当然可以啊 哎 对了 啊 灵芯 我听说 蒋正涵好像是你们江明一中的 哎 你应该跟她认识吧 不认识 她 确实是我高中同学啊 但是我在学校的时候 只知道学习 不怎么关心班上的同班同学 而且她也不怎么来学校 所以 就不太熟 什么不太熟 吃了吗 小曼 你跟你们以前学校的蒋正涵熟吗 我不熟啊 但有人熟 怎么大家突然关心起蒋正涵来了 是庄妃脚崴了 蒋正涵帮她送进了医务室 庄妃呢 就想感谢一下她 蒋正涵 她这么热心有爱的吗 我这位高中同学啊 自打来的精大 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 怎 怎么了吗 怎么了吗 我怎么知道啊 嗯 我知道 我们这位高中同学蒋正涵 以前可是我们学校的问题学生呢 她又顶撞了老师 又不爱学习 考全班倒数的 所以她能上京大 其实我也很惊讶的 小心 你呢 好了好了 不聊她了 对了 诸位小师妹们 作为经代的传统呢 今天晚上我作冬 请同学师妹们吃饭 大家一起来啊 师姐 我不是你们系的 可以一起吃吗 师音姐 不好意思啊 她一直都是这样 当然可以 一起来 师姐 我今晚跟我男朋友约饭了 下次吧 我们一起吃 那就说定了 好的 好嘞 你啊 注意点 过几天就好了 你刚刚干嘛 怎么了 说错话了 没有吧 小曼 你是不是会看手相啊 我带好 你帮我看一下 小夕 小夕 别忘了今天晚上 要一起吃饭 我来接你吧 对不起啊 秦月哥 我差点忘了 我会晚一点到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 自己去 就 谁啊 没人谁 好 哎 张飞 那你帮我去那边 拿点饮料吧 行吗 好 谢谢 稍等啊 哎 灵溪小曼 你们来了 师姐 哎 对了 跟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也是我们同系的 这是灵溪 这是小曼 今天大家就算相互战士了 行 好 那我连你们去那边 你们去那边 走吧 好 哇 怎么样 来 这样 你们先聊聊天 然后我去那边再看看 好 好 师姐 拜拜 谢谢师姐 好 好丰盛啊 好丰盛啊 小夕 我天天这样跟着你蹭吃蹭喝的 不太好吧 哎 我刚才怎么没觉得你脸皮这么薄呢 你别想蒙混过关啊 咱俩的友谊小船差不多要翻了 你老实交代 你和蒋正涵齐 顾小曼 你要是再提这个人 我真的跟你翻脸了 反正我现在坐一会儿 我就要走了 一会儿你自己先吃 反正你跟我宿舍的人也熟了 嗯 不是 你要去哪儿啊 秦月哥约我今天吃晚饭 但是我也忘了 嗯 邱颜刚才说不来 我怕生师姐会觉得我不给她留面子 所以我想在这儿待一会儿我再走 嗯 你笑个啥你吃你了 这个可以去 只要我的官配没散就好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没说蒋正涵 可以再点两份果汁吧 行 我再看看 学弟学妹们 大家好啊 我们系吃饭你怎么来了 何光宇你可真够无聊的 我怎么无聊了 你们一帮女生吃饭就有意思了 再说了 哎 帮我个忙吧 我对你们这一届新来的一个小师妹 特别感兴趣 你怎么来了 由然而生的喜欢 但是她跟我说她有男朋友了 我不知道真的讲的 我今天必须得弄清楚 他来了 小心 你干嘛 夏师妹 咱们又见面了 你上回说你有男朋友 是不是真的呀 要不然 我当你男朋友吧 我今天给你一个答案吗 对呀 不管我有没有男朋友 师哥 您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而且我劝你下次 不要当众在这种公共场合 跟女生表白 你会很尴尬 别人也会 走 走 嗯 师姻师姐 不好意思啊 我有朋友在等我 我先走了 好 你去吧 下次再去 夏师妹 哎 你 这样 我敬你们一杯酒 就当是我赔罪了 可以吗 我不会喝酒 没有谁一开始就会喝酒 慢慢就会了嘛 算我赔罪 师兄 顾小曼 你要是道歉的话 干嘛让我们家小夕喝酒 我也喝呀 你 师哥 这么欺负师妹 有意思吗 你 不是 你什么身份啊 今天这局叫你了吗 不好意思啊 何师哥 夏灵溪和顾小曼 是我高中同学 我们高中班上有个规矩 女生不喝酒 如果你硬想喝也行 先把我喝倒 蒋正涵 哎 小曼 蒋正涵是来帮咱们的 我看你还是先别插嘴的吧 你 这 何师哥 第二杯 敬咱们大学生活蒸蒸日上 蒋正涵 你才大一 咱们没必要搞社会上这一套 你看 这一瓶排酒下去 这不仅仅仅了 你知道吗 师兄 不是你先提一盒酒的吗 你搅拌不动 谢谢 咱们 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